毛布宜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歌手 在沒有參加節目之前是學習護理的 但是自己並沒有選擇自己的專業的工作 而是選擇了自己喜歡了很多年的音樂 9月11日 毛布宜在微博上刪出一張照片 照片中身上白色T恤 撇嘴微笑可愛十足 並碰文稱:「我以前特別喜歡逛超市 超市簡直是我的樂園 甚至都形成了自己逛超市的一整套體系 最近好久沒去超市了 對市面上的好多新的商品都不熟悉了 新的零食也沒有機會嘗試 據悉 日前毛布宜現身機場 自在地坐在機場的椅子上 旁若無人地吃起了東西 吃的東西也是很多人年輕的回憶 毛布宜吃了一手的油 也絲毫不在意 一手的油也抵挡不住小零食的誘惑 毛布宜在娛樂圈中不在意別人的目光 還能活成自己的樣子 真的是不多見 就沒見過毛布宜這麼接地氣的明星 看毛布宜機場吃小零食 有沒有感覺彷彿看到了自己